第三十五段 生前不露 事未吃戒 若腐于外 未久彼拜 忧口若雅 忧耳若聋 绝群隶俗 其道奈从 那么这个一小段也是西方确指 这名妙行菩萨所说的 菩萨是念佛已经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这是我们非常好的榜样 持戒在修行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这个戒要怎样持 其实这个理念讲究就太多了 此地虽然说的简单 但受在着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是因戒 这才得定 因定开会 戒持戒是手段 得定是目的 一般所说的定 在念佛法门里面 就是《弥陶经》上讲的一心不乱 《静宗经论》里面所说的念佛三昧 这个都是属于定 这是真实的功夫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持戒要汇止 如果不会完全遮重在形式上 在四项上 于清净心 了无干瀉 那就错了 那一种持戒是修人天佛报 是修善而已 所以善跟戒不相同的 这个使我们学佛 首先要把它辨别清楚 你比如诗善也道 这个里面有身三 口四 意三 这个身三不杀身 不偷盗 不学严 口四种里面有不妄语 那么正好这五戒里面的四种 可是主要相同 五戒跟世善呢 这四种名称相同 意思不相同 修持的方法不相同 它的古报也不相同 戒能得定 善不能得定 善不能得定 它的目的不是在修定 只是在修福 所以古报是人天佛报而已 戒怎样才能得定呢 菩萨在此地这一句啊 就把我们点醒了 要深浅不露 可见那个戒呢 是戒自己的 不是戒别人的 常常守住清净心 这是持戒 这叫道公戒 这叫做定公戒 为什么呢 定里面一定有戒 戒里头不一定有戒 定里头一定有戒 道里面一定有戒 戒里头也未必有道 这就是你的层次往上提升的 下面自然都圆满 包括在其中 这是要我们学 还有就是前面 也在提示的 要活光同臣 要知道韬光阳晦 要知道韬光阳晦 身前不露都是一个意思 这叫做持戒 自己有一点点小善小行 唯恐别人不知道 要大肆地去宣扬 今天所谓是要达知名度 他就抵一下也军了 若福于外 未久比拜 保持不久的 为什么呢 那是虚假的 不是真实的 所以 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后来一定会败露 惹得世间人耻笑啊 我们在历史上看 不要讲现实这个社会 现实社会 这容易得罪人 我们看历史 你看历史上 有许多真正有大德大能之人 他在再生的时候 一生的际遇 不一定顺利 也许遭到许多坎坷 许多陷害 不幸的死亡 这常常有的 可是过了几十年 几百年后人历史给他翻案 给他表扬 后世人对他敬仰尊重 他真有德了 在当时被人陷害 后来还会有人来翻案 有些人没有识得 靠着全说 欺骗这个 他从前是帝王啊 欺骗帝王 欺骗众生 欺骗一时 当时在世也非常之炫耀 可是死了以后啊 后人会批判他了 自己身体再没有败露 死了以后还是会败露 欧宽 不等到他死败露的人 不知道有多少 这是教给我们 一切要学真实 决定不能虚假 虚假是决定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这个再叫真正持戒 这个再叫真正持戒 下面呢 教给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修学的态度 有口若压 有口若压 口有啊 不要说话了 若不是很需要说的话 若是正法 绝对你不说 口就没有过失了 尤尔若隆 不是正法 绝对你不听 这群历俗 这群历俗 这在现在这个社会上呢 很不容易做到的 所以现在人修行成就 实在是远超过过人 现在人 现在人怎样离开群众呢 在群众里面离开群众 这是上乘的功夫啊 也就是我身跟大动在一起 我心跟你们完全不一样 心地清净不染 这个就是超群历俗 现在要用这个功夫 这个完全是大臣菩萨的境界 其道乃从啊 从是从高啊 这个道就高了 要向这个标准去追求 要努力向上 下面一节 种种 恶逆境界 尽情看作真实受遗之处 人的一生 有顺境 有逆境 对于大多数初学的人来说 逆境未必够不好啊 顺境未必好啊 有逆境 对于大多数学的人 有逆境界 顺逆境界 顺逆境界 都能成就自己 有逆境 特别是在逆境 特别是在逆境里头 逆境里面 就是处处都由冤家债主啊 来为难你 来招待你 来招待你 这是宁境 我们在这个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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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自己能够回光返照 他为什么不去刁难别人呢 就刁难我呢 这是果报 果比有因 他来找我的麻烦 总是我过去身中跟他有固结 现在碰到一块了 愿增慧 我要明白这个道理 晓得这个事实 我安心忍受 我们这个界 我们这个界 从这一身当中就解开了 这多自在呢 同时在这个环境里 修真实地 愿入不冷 我们在这修人 在这种环境里面 修清清心 那个心才叫真清心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 逆增上云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成就我们 这是真实受疑之处 明密 生死 饮食 衣服 赞誉 赞叹 这是美誉 供养 种种顺情境界 这个瞬间 这个瞬间实在讲 比逆境更可怕